鄧詠芝批評一個男教練以教格鬥技巧為名 非禮為實,乘機向女學員抽水 目前已經有5個受害人找鄧詠芝的幫手 而這個教練最近也拍片解釋 鄧詠芝反駁她說 很多東西拍會有量出,但要試鏡 所以女生當初以為是拍有關運動的影片才會去 利用別人的無知,利用假的機會去騙人 這個人真的很可恥